大家好 上一次我們做完之後 這次我們又有一個新題目 這次的題目應該是你其中一個最熟悉的項目 我當然是選擇自己有興趣 又喜歡講 其實以前也試過在你其他的節目裡有提過一下 有聽眾說挺有趣的 想聽 我們就儘管就預備出來 其實如果你說科學回憶的選材可以很廣闊的 因為我們基本上找到哪些故事有趣 我們就拿出來講 就不一定是新的 很可以是舊的 或者我們日常生活有關的東西 如果那些東西也跟我們周圍時事有關 也可以拿出來一起去講 也可以 但是這個主題我想講回 由一件很古舊的東西開始講 我們講回那個歷法 我們就經常有個概念就是現在就叫公元年那個叫新令 那些初幾初幾叫舊令 台長以你所知這個歷法的淵源你有沒有一些資料呢? 資料我就沒有了 但是起碼我看了這本書吧 你為了這一次看這個 我也很辛苦你了 不辛苦我做節目很多時候都為了一個節目看很多本書 這個就是值得支持 個人的學識不夠 還有我不是老作的 但我全部都寫在書的 那也是的 我自己碰巧 《恩權濟會》有一輪我自己很喜歡看的那些 就是中國那個天文歷史和中國那個歷法的歷史 兩者其實是物不可分的 因為我們要怎樣去定一個合理的歷法呢? 其實是很多時候要觀察天象去做出來的 甚至乎你怎樣去編一個歷法呢? 很多時候是皇帝認為是一件很正經的墳內事 他會認為自己是一個公分來的 譬如我這裡也不知道 台長你怎樣看崇禎皇帝這個人? 崇禎皇帝是一個廢柴 但是他起碼是一件事 那時候有很多這些 中東啊 不知道什麼烏茲比克斯坦啊 什麼匯匯啊 這些天文學家上去嘛 所以他有一個好處的就是 這些天文學家當滿清入關之後呢 他們可以繼續去在皇朝服務 這個也是清朝的皇帝也有個這樣的眼光 其實這裡呢 我也有個同感 讀明朝歷史讀到最後 有些人很嘆息的一件事就是 哇 為什麼拜在一個崇禎皇帝手上 崇禎皇帝自己都在說 我自己沒有理由是亡國之軍來的 我自己這麼勤力 是不是? 有人就評價很殘酷 殺了很多個宰相等等 這些就留在歷史上去判斷了 但是如果你問我 崇禎皇帝有一件事 我是會覺得他那個工業是有在的 就是他有一個公分在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很嘗試努力去猶合 當時所知道所有關於歷法的東西 去幫中國去締造一個新的歷法 或者他一路去修善這個歷法 因為呢 如果只是講中國的歷法歷史呢 那些人都是出一本書去看的 我都很粗淺的看過那本書 而且很多時候就是原來呢 這種修改歷法的過程 你由那個 由漢朝 唐朝 唐朝 也都是原來是參考了一些 由西域傳入來的那些歷法 阿拉伯世界那邊 就是大食國那堆這樣的歷法 有參考過的 回教的歷法 後來就是當有回教 就是回民傳入來的歷法 也都有參考過 這個過程一直沒有停止過 甚至去到明朝 去到末年 講的崇禎皇大 其中一個他很銳以花資源去做的呢 就是去修歷法 於是有一本呢 很出名的中國歷法的文獻 叫崇禎歷書 現在都還有完整的放在那裡 也都當然就會有印出來很多的copy 但是那些原件 整件都還放在那裡 裡面是很豐富地記載了 當時整個天朝 整個明朝所知道的所有的歷法 甚至乎一些怎樣去運籌 去計算一些天文現象的一些記錄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在中國歷法裡面的知識保護 從這裏裡面 我們很容易看到就是 那種科學的歷史 中國科學的歷史 還有那種在那個時代那種東西科學交流的痕跡 是很容易在那裡找到的 所以只是由這本崇禎歷書 其實我們已經很可以在科學回憶裡面 都不是可以一字都講的 我們可能在未來的幾個星期幾次 我們都圍繞著這個題目 可以多講一些相關有趣的故事 所以我就特意想著 由歷法這裏講起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是一個引子 但是如果有些觀眾問 中國人什麽時候有歷法呢? 那我記起來是夏小曆 夏朝的時候 雖然夏朝現在都不肯定有沒有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朝代 但是起碼你流傳下來 原來那時候就是色胎開始看天了 就開始計歷法了 什麽時候是什麽季節了 但是這個很重要 爲什麽呢? 這個對整個民族來講 對那些的平衡來講 是生死有關 你要看天了 你知道什麽時候要開始播種 什麽時候要開始農監 什麽時候要抽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 就是涉及到一個基本生存條件的問題 但是我相信這個是和農業社會有關 這個絕對是 社會是未至於需要的 但是捕捏社會都很喜歡提升 但是你說要很準確地 譬如說計到那個歷法呢 那我相信是要到了一個農間時代才是出現 甚至乎去到西方的話 是航海時代又更加需要去精確地掌握了 那這裏有少許問題 可能觀眾大家一起想一下 其實我想很多觀眾都知道 但是中國的農曆裏面 是不是剩下月曆呢 就是如果說可能只是說幾月初幾 是不是一個完全由月亮決定的歷法呢 那我會說有一部份 OK 我們看那個新曆 基本上是由太陽來決定 就是一年是幾月到幾月這樣 然後那個農曆主要是看月份的 初一就一定是新月 十五就一定是滿月這樣 那 但是其實如果比較清楚地說 中國的歷法呢 甚至乎很多其它不同的文明的歷法呢 它都有一個就是游合了太陽力和月亮力 兩者去疊加一切的一個歷法的概念 那就是所以說 我們看那個新曆就很多時候就是太陽力 OK 我們以一年為週期 你怎樣定為之一年 月曆的話呢 我們就真的由一個月來決定 我們那個一個月的活動的週期 然後我們去嘗試將月亮的週期 和太陽的週期遊合的時候呢 最後就出了一種叫做陰陽力 或者是遊合了太陽與月亮的歷法 這樣的意思 那這裏可能大家都會知道 那這裏可能大家都會知道 但是在這裏的過程裏呢 其實就有些很簡單的 facts 大家都知道的了 因為呢 月亮會 如果純粹只看一個月 你看那些舊曆 你都知道的了 那個農曆的月 比較多日數的就是30天 比較少日數的就是29天 因為其實月亮的週期就是29天 於是乎我們有時是29天 有時是30天 我們去追回那個月亮 我們看到那個月亮的盈虧 即是盈虧的那個週期 這樣 於是乎呢 你一年12個月兩月呢 其實就只有354天而已 就和我們一年365天 就差了11天的 準確一點說 甚至乎是11又四分一天這樣 於是乎我們就需要潤圓的概念 其實大家都計到的 看那個月亮就是 我們應該下年都要準備潤圓 又要潤下月的了 其實就應該每19年裏面 就有7個潤圓 如果這樣計算用數 就是你要將那個 一年有12個月亮的月 加起來只有354天 和一個一年一個太陽年 有365天有四分一天 這兩件事你要調查文的時候 那些你的月亮力一定要做潤月 你才能夠補足那個缺口 這個就不難理解了 但是其實這些是一堆一堆facts 你以為我覺得有趣的故事 就圍繞著那個淑貞歷書那個故事 我覺得崇禎她自己去決定 去怎樣去修力化的時候 中間做了一件事 她是有件事 我用我們今天的標準來說 都算是挺客觀的 就是 你每個人都說自己的力法準 我現在給你一個天文現象 你能夠誰計得準的我就用誰 就誰贏 那其實原來正正在崇禎年間那裡 其實崇禎之前也有 但是主要就出現了好幾次 就是在崇禎在位期間裡面 就是去給這個西方的傳教士 和這個中國自己在陰天鑑那裡 或者天文台做事的那堆陰天鑑 在那裡大家去試 就是如果用一個很戲劇的表現 就是大家好像在那裡做著比賽 但是其實當然大家當時的環境 就不是說做個比賽出來的 純粹就是說 那現在接下來有哪一次的日蝕或者月蝕 尤其是日蝕 誰計得準一點 那現在法國就是 通常就是西力就是贏多一點 然後就是那個中國的舊力 就相對來說表現沒有那麼好 那譬如去預測一個日蝕的時候 西力通常的誤差是說 以時辰 以分鐘來計算 但是如果是說這個 中國用他們的傳統方法去計算的時候 那個誤差可以去到幾個小時去計算 於是最後就發現 多數就是西方的力法比較準 所以到了最後清朝的時候 之所以會肯用這個劏若望他們的那幫人 去繼續去修這個起用的力法 那劏若望那幫人基本上 就用那些崇禎年流下來的東西 就去繼續做下去 就是這個故事就這樣 是啊 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 其實這個計日吃月吃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錯了的話 甚至是門湯若望 後來就算算適合他在清朝 他差點被人殺了頭 是啊 是啊 但是這裡好像講很多都是故事的 有沒有一些科學成份的東西呢 那這裡我一定要講 那大家會不會有一個印象就是 西方力法好 這個古中國力法差 但是你如果有一個科學精神 你都要知道好在哪裡和差在哪裡 那原來那個差異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大的 那大家要留意 當時是講明朝半年 清兵還沒有入關的時候 都是講一六幾幾年而已 是不是 牛頓還沒有出生 是不是 甚至乎開普勒那些研究成果都沒有很 甚至乎我可以說 連當時是日深說地深說 對都還沒有爭論的 其實在西方 我們會另外一集專門講這些這樣的事情 那當時其實你就算西方傳教士用的那些方法 他都不是有一條很精確的牛頓力學公式 來跟你計出來的 他都是需要透過一些數據觀測 來去根據他過往的軌跡 來猜一下他整個軌道是怎麼樣的樣子 你猜他下一步會怎麼樣 那在原來我們現在發覺的那個差異就是說 在中國的令法裏面 他原來沒有考慮到一件事情 就是月亮走的軌道 原來可以不是圓形的 而在西方傳教士裏面 他能夠接受到的概念 月亮圍繞著地球的軌道 是可以輕微地偏離圓形 是有少少桌圓形的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很了不起的 就是有人這樣說 其實要知道這個現象 說難不難 說容易不容易 因為我們有時看到日傳性 有時看到人橫色 如果我們有一個正確的概念 我們就會知道有時月亮來我們近一點 應該說那個月亮在太陽與地球之間的位置 是會有不同的 於是我們就會意識到就是說 那個月亮圍繞著地球的軌道 不一定很完美地圓形的 而在那個中國的運算裏面 真是去做這個立法考究的人 要看回當時的文件 看回那些中國 就是當時那些天文官員 是怎樣去計算軌道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他們沒有 他們用了圓形來去假設一個橫圓形的軌道 於是出現了一個偏差 在那個西方傳教士裏面 他就因為接受到橫圓形的軌道的概念 於是他就可以計算了 就是那個偏差的機會會比較少 原來就是這樣來的 但是這個圓形和橫圓形的原則的計算 中國人是不是比較落後一點的 會 就是我自己具體不清楚 我沒有看過真的那些文件 中國對於橫圓形的計算是怎樣的 他有這個概念都不清楚 甚至乎怎樣畫 其實你要知道一個民族他對於橫圓形認識多不多 就是他首先要知道怎樣畫一個橫圓形 不是說你白手找一隻毛不字圈一圈 那個橫圓形就要懂得畫的 我們對於橫圓形有個數學嚴謹定義的了 我們是需要在一個平面上面釘兩口釘 然後找一條繩綁成一個環 將它圈在這兩口釘上面 然後找一支筆撐著 讓它形成不停地去繞圈 繞著圈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用這個方法 圓心只有一口釘的時候 我就畫一個圓形出來 但是如果我在中間 這條繩圍著兩口釘來畫的時候 我就會畫一個橫圓形出來 那應該在中國的 以前的幾何那種認識裏面 是懂得這樣畫一個橫圓形 但是這個橫圓形究竟 可不可以成為我們觀測到的天文現象一部份呢? 這個就是另一個概念了 我會願意相信中國古代的數學家 是有這樣的認識去畫橢圓的 因為其實就不止 你如果看回當時的阿拉伯文明的人 他一樣是懂得有這樣的概念 但問題就是 其實就算在西方世界也好 在一個很長的時間 你要接受到這個天空上面的軌道是 是橢圓而不是圓形呢? 已經是一個宗教裡面的爭鬥 這裡有一個電影推介的 可能台長你看過的 那一部叫做Agora 《窮倉下的女神》 我一定看過這個 很出名的 很好看 那個女主角很出名 我特地走去看的 我怕她落花 因為沒有人看這部電影 好看 這裡沒有看 其實這個 她是用那個I 應該是不是 我忘記了是古羅馬還是古阿拉伯 我講的 她應該大概是在羅馬帝國的三次世紀左右 但是當時其實基督教和異教徒之間的鬥爭 相當之激烈 這位女天文學家就很聰明的 她應該是這個 如果是在這個 現在我找到的 就在埃及 埃及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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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很準確地量度這個星體了 但很不幸地就是她拿著了一些基督教徒 被人在當街抓了 就是寫爛奶的衣服和鑑山打死的 那部電影就是講這件事 但是我不知道她有沒有美化到 她當時甚至說到她連這個加利略 那個對於那個地心骨力的研究 都已經在想著了 她那個電影裡面有提到 她怎麼接受了椭圓形 是一種天文現象 可以是 那她的電影裡面有講到 怎麼畫一個椭圓形出來 還有當時最大的衝突就是 因為在那個基督宗教的記載 甚至乎不僅是講基督宗教 因為基督宗教對於當時的天文觀的記載 是很受到希臘哲學家的影響 他們認為那些東西是完美的圓形的 他們認為那些軌道不是圓形 就不是完美 就不是神的工作 你夠膽說神做出來的東西的軌道不是圓形 你就在那裡蝕俗神的 其實就是在說這件事的 所以你要接受一個天文的現象 它不是走一個完美的圓形 而是可以椭圓 甚至可以是巴默線 其實是花了上一千年的氣力 去克服這件事 所以你說在古代中國那堆的 力法專家去計這個力法的時候 一時間還沒能夠接受到 這個月亮可以是椭圓的位置 是可以預期的 所以你能夠在你的力法計算裡面 引入到這些這樣的椭圓軌道 那你去計算整個地球的軌道 整個的日蝕月蝕現象是會準一點的 其實甚至乎地球圍繞著太陽的軌道 都是輕微椭圓的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看到那些春分 夏至秋分 冬至呢 我們以為他們很四平八穩地 是將整個365天這樣解開做四等份 其實不是的 有時候是會短 有些部份短一點 有些部份是長一點的 其實這件事是這樣的 我知道後來在Kepler 結果是他計算了這個數字出來的 然後就跟著有這個加利略的基礎上面再去研究天文印象 是的 而了不起的就是 已經超出了我們今天講的這個農業範圍 就是講在這個湯若旺和崇禎年之後的牛頓 它的牛頓靈學就可以合理地解釋了這一堆這樣的 Kepler 的觀測結果 這個當然是後來現代物理學了不起的地方 但是在這個 我自己最欣賞最精彩的時候 竟然就是在崇禎年間 由崇禎自己都親自去負責去統籌 這個修改立法這件事 它就是完全根據這個事實 誰贏我就用誰 這樣幾乎不止一次 其實我覺得很有實現的精神 是反覆地去比拼之後發覺就是 這個西方立法贏多輸線 那我就認為它是一個準確一點的立法 就將整個的中國古代立法 尤其是在農曆那方面 怎樣去計算 就用那個西方的方法來去做這裡 所以就會看到農曆這件事 我就不會說是一個純中國文化的產物 而且偏偏就是一個肯去面對融合這個東西文化交流的產物 好 那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所謂純粹中國的東西 因為純粹中國的東西 我想要淘汰了很久 是的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剛才的陳雅蘭博士介紹一些歷史的細節 是的 另外我想我們下一集都要繼續根據這個題目 再引申介紹一些相關的故事 我們在那裡留下一集再說 好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